旺鸡哥哥,你去哪里了?拿了点吃的。 兰湛喂饱了他的献献,把他抱怀里,卫鹰看着他,他有点害怕,会不会很疼。 旺鸡哥哥,献献,该换夫君了。 夫君,兰湛亲了亲他的额头,献献乖,睡吧,可是兰湛握着他的手,用了法术,看着他缓缓睡去, 亲了亲他的唇,兰湛抱着他也缓缓睡去,晚安,我的宝贝。 魏鹰醒来未见兰湛,昨夜他怎么那么困?好像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没做,可是就是想不起来了。 献献,醒了?望,夫君,魏鹰起身来到他身旁抱着他,还是没习惯过来,他跟旺鸡哥哥成亲了。 夫君,夫君,兰湛抱着他,听着他孩子气的话,本不愿再管俗事,可是他的线线怎么办? 生灵涂炭,他的线线可能不喜欢这样。 喂饱了他的线线,把他捐在怀里,看他满足地在自己怀里昏昏欲睡。 线线,在蓝湛怀里舒服地昏昏欲睡的魏鹰,听到夫君叫他,马上清醒了过来。 怎么了?你喜欢现在这般生活吗? 喜欢,有夫君在,线线喜欢,那如若我不在了呢? 夫君要去哪?不要线线了吗? 怎么会?魏鹰想起来了,那时爹爹找过夫君再次封印那个什么兽,难得很危险的吗? 夫君不许去。 嗯?那个什么兽的事情,你不要理,而且那些坏人这样对你,不要去管他们如何。 好。线线啊,你可知既处置这乱世之中,又怎可能独善其身,不过没必要让你知道这世间的黑暗。 小兔子,小兔子,你现在好肥啊,线线可以吃你吗? 他摸了摸在他怀里的小兔子,想了想,摇了摇头不行不行,夫君说了,不能吃你们的。 蓝湛在一旁默默看着,再这样下去,家里的这些兔子都会被他惦记完了。 线线,听到夫君的声音,怀里的兔子瞬间不香了,他把小兔子放下,跑到他的位置,抱住蹭了蹭,还是夫君好。 蓝湛接住奔向他的人,紧了紧抱着他的手,任他在自己怀里蹭。 蓝湛看着在前面蹦蹦跳跳的身影,万家灯火都不如他。 卫英突然被一小贩吸引,他站在摊位前定定看着,蓝湛来到他身旁。 蓝湛看到他来了,就指着问夫君这是什么? 唐人,唐话,唐。 蓝湛点了点头,跟商贩说了一句,而后一只小狐狸就出来了,蓝湛给了钱,而后拿过地给他。 可以吃的。 对,可是卫英舍不得吃,于是他就一直拿在手里,而后又被一摊饭吸引,回到家。 卫英用竖法把那个小狐狸保存好,而后看着怀里的小玩偶,原来人间的灯会这么热闹。 不过他还是喜欢和夫君两个人在的家。 蓝湛回来看到桌上那个狐狸堂人,再看到床上抱着小玩偶睡着的人,宠溺一笑。 他的现现啊。 走过去,小心地在他身旁躺下,而后把他怀里的小玩偶拿出来,把人拥入怀中,满足地睡了。 而怀里的人,习惯地自己蹭了蹭,然后找个舒服的位置,舒服地睡了过去。 卫英正在院子里喂着小兔子,看着这几天不同寻常的天,这是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吗? 现现,夫君,蓝湛接住向他跑来的人,卫英习惯地蹭了蹭,夫君,你去哪了? 办些事,也可以跟现现说的,现现现在可厉害了。 是,我的现现可厉害了,得到他肯定的卫英满足地笑了。 蓝湛牵着他的手回了屋子,帮他洗漱干净。 这天卫英不知道心里很慌,他紧紧跟着蓝湛,怕他突然不见了。 蓝湛看着自己身后的小尾巴,今日这是怎么了? 蓝湛突然转身,卫英不防,直直撞入他的怀里,蓝湛连忙抬手揉了揉他的鼻子。 可撞疼了。 卫英摇了摇头,他抱着他的腰,把脸埋在他的颈窝,蓝湛看着这般黏人的人。 现现,今日可是怎么了? 没有。 晚间卫英紧紧抱着他,仿佛这样还不够安全,还把自己修长的双腿缠在他的腿上,这才满意地睡去。 蓝湛看着怀里的人睡了过去,施了法术,起身帮他盖好被子,吻了吻他的额头,现现,对不起,夫君食言了,三日后,夫君会平安归来。 蓝湛未曾看到卫英眼角低下的泪,卫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什么都不懂不会的人了。 蓝湛舍不得,所以未曾完全封印,所以卫英没多久就解开封印,坐了起来,夫君,现现的法术还是你教的,你觉得现现会解不开你的术法吗? 卫英变回小狐狸,闻着他留下的味道,一路追随过去,来到一迷雾弥漫的森林。 入口几层封印,他进不去,在外面急得团团转,他变回人形,慢慢想着夫君教他的。 封印逐个击破,他连忙进去,可是雾太大,他看不清,更不清楚自己陷下在哪个方向。 卫英看着雾慢慢散开,这时,这时他听到了不远处的打斗声,他连忙往声音处去,入目的是满地的红。 可想而知,刚刚这里发生了多惨烈的事,他着急地找着,他看到不远处被围攻的一袭白衣。 夫君,卫英来到他身边,看着他白衣染满了红,他双手不知往哪放。 夫君,现现,你怎么过来了? 夫君你在这,所以现现来找你啊? 蓝湛抬手,想摸摸他的脸,可是想到自己现下满身血污,他的线线是那么干净,不忍心弄脏了,只好轻声说道没事了,可以回家了。 卫英点了点头,蓝湛忠实撑不住,往他身上靠,卫英抱着他,紧紧抱着他,刚刚差一点就差一点,自己真的以为要失去他了。 卫英看着那群伪君子,跌跌不再想来,也是不愿,跟这些人同流合污,夫君才解决那个妖兽。 没了威胁这帮人,就又露出本来面目,卫英看都不看一眼,带蓝湛离开了。 这群人真的不值得相救,可是他知道他的夫君不是为了他们,是为了自己。 为了自己能在一个平安盛世里生存下去,不用整天担惊受怕,可是他不怕这些。 只要有夫君在,他什么都不会怕,他只会怕这世间没有蓝湛这个人了。 卫英扶着蓝湛到床上躺着,而后去拿衣服过来放在床头,而后又出去打了水回来。 他把水放在一旁的桌子上,小心地帮他解开衣服,还好,只是皮肉伤,修仙之人这些不碍事,只要不伤及内理,都无甚大碍。 蓝湛看着他忙前忙后的,可就是不和自己说过一句话,看着他这般,心里也难受。 他知道他这次做得不对,忽略了他的感受,他总是先入为主,认为他的线线还小。 需要自己的保护和照顾,他的线线只需单纯开心就好,可是忘了他的线线没有那么脆弱。 他也是可以和自己并肩作战,而不是喜欢躲在自己身后,享受自己保护的人。 线线,魏英正脱开他抓住自己的手,转身走了,蓝湛看着他离开的背影,久久不语。 这些天魏英小心地照顾他,因为他已壁骨,所以不用做饭给他。 他自己也没多大讲究,所以草草吃点也就过去了,看着他渐渐恢复,放下心来。 蓝湛这些天,被他无微不至地照顾,已经好得差不多了,想着找他好好聊聊。 卫英进来看见能下床走动的人,安心了。 蓝湛走近,他想像以往一样抱着他,可是却被他躲开,蓝湛只好不再勉强。 线线,我们,蓝湛不妨被他施了术法,卫英皆注重了术法的蓝湛,而后把他扶到床上躺好,帮他隔好被子,你食言了,偷袭我一次,我也还你一次,夫君,我们扯平了。 蓝湛醒来,不见在房里忙碌的身影,他连忙起身,可有些力不从心,坐起身缓了一会,忙出去寻他,回到屋子看了衣柜他的衣物还在,献献你在哪?